他带十万军队作为嫁妆,帮丈夫夺得天下,最终却成了废后。 读历史,您是李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汉光五帝刘秀是历史上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,也是历史上少数几位平民出身的皇帝之一。 虽然刘秀从身份上来说是刘邦的第九代子孙,但是到刘秀这一代的时候已经和平民无异了,甚至在未发迹之前,纸金吴在刘秀眼里都算是很大的官僚。 那么,已经沦为平民的刘秀,又是依靠什么一步一步登上皇帝的宝座呢? 刘秀自身的,才能是他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。 但是,若没有郭盛通的帮助,恐怕刘秀也不会如此轻易当上皇帝。 插个题外话,关注小编,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。 欢迎订阅。 好了,言归正传。 在刘秀还没有发家的时候,他就听闻殷丽华的大名。 英丽华是当地一个十分美丽的女子,早早便对英丽华充满向往,娶妻当得英丽华也成为了他的人生目标之一。 这样一个年轻人对爱情是满怀期待的。 不久后果真,英丽华的哥哥与刘秀关系不错,而且他一直对刘秀印象十分好,长兄为父。 火针促成了两人的婚姻,英丽华相貌秀美,而且温柔贤惠。 两个人的感情也十分不错。 帝皇三年,刘秀和李通兄弟二人在晚城起兵。 因为刘秀好歹也算是皇室宗亲,所以就打着光复高祖伟业的旗号反抗王莽的新潮。 在当时所有的异军中,刘秀的势力非常弱小,不但人数很少,连装备都很差。 所以后来在庚史帝刘玄分封的时候,刘秀只落了一个偏将军的小官,庚十二年,刘秀假一批庚史帝到河北招抚群雄,实际上则是去发展自身势力的,因为庚史帝杀了刘秀的哥哥刘尹。 刘秀刚到河北的时候兵威将寡,根本就没人拿他当回事。 为此,刘秀不得不去求助同为皇室宗亲的真定王刘扬,想要获得他的支持。 正好这个刘扬也不是一个老实人,所以就想要自己来培养一个人,这时候就瞄准了刘秀。 这两人一拍即合,刘秀需要发展,一个需要寻找台前棋子,正好各求所需。 为了获得刘扬的信任,刘秀主动迎娶了刘扬的外甥女郭盛通作为交换,刘扬则以十万大军作为郭盛通的嫁妆, 以此来支持刘秀争霸天下,这个时候,刘秀和他的妻子音丽华结婚还不到一年的时间, 但是为了自己的前途,刘秀还是背叛了爱情,娶了一个自己并不爱的女人,达成协议的背后,就是牺牲了郭盛通的幸福。 然而,郭盛通付出的背后,却不知道刘秀曾经已经有过妻子,音丽华本身也是一个美人,更是刘秀从小就梦寐以求的女子, 可是没想到的,就是仅仅一年的时间,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刘秀娶了郭盛通, 而音丽华却只能老老实实在家里期盼,当年那一句娶妻当娶音丽华。 可不是表面之词,她对音丽华是发自内心的喜爱,这样一位女子,仿佛是上天的蠢,财貌双全又审时夺势,她又如何能不喜爱呢? 可是,在刑事当前,刘秀不得已选择了政治联姻,刘秀也并非见一个爱一个之人,只不过这场婚姻,于他,于真定王而言,都不亏。 且娶郭盛通这样一个绝大美人,这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啊。 深思熟虑过后,刘秀和郭盛通两性联姻,郭盛通出嫁那天,声势浩大,十万大军浩浩荡荡,助力于十里长庭,鸣鼓敲锣,追随郭盛通而去。 能以十万大军之礼作为嫁妆,以此可见郭氏家族对郭盛通如若珍宝,宠爱至极。 刘秀之所以娶郭盛通,主要还是看上了郭盛通娘家背后的势力,虽然心里面并不爱郭盛通,但是为了自己争霸天下的野心,刘秀还是选择了郭盛通。 后来刘秀称帝,开始要策封皇后了,刘秀也没有策立自己的原配妻子英丽华为皇后,而是策封郭盛通为自己的第一任皇后。 他这样做的目的,也是为了安抚郭盛通背后的势力。 虽然刘秀不爱郭盛通,但是郭盛通在和刘秀结婚之后,却是一门心思放在身上刘秀的。 无论任何事情,都是以刘秀的利益为先,甚至不惜和娘家人聚礼力争。 而且还给刘秀生了五位皇子,许是日久生情,共患难同生死,刘秀对待郭盛通也是有所宠爱的。 郭盛通刚生下皇子刘强的时候,刘秀更是开心得整夜不眠,这是他的第一个皇子,他想着一定要好好培养这个孩子, 好让这个孩子将来能够延续方明,继承大业,并对其寄予了厚望。 郭盛通也先后为其生下了刘甫、刘康、刘延、刘烟四位皇子、母嫔子贵。 在原配殷丽华还没有被接回洛阳的时候,她是皇后这一宝座的不二人选。 然而,偏偏半路杀出了个殷丽华。 殷丽华的出现,让郭盛通寝食难安,本以为自己可以顺利登上皇后之位,却不曾想过。 接回殷丽华之后的刘秀,居然给自己和殷丽华这个女人同时封了贵人之位,皇后之位却绝口不提。 殷丽华之美,是一种宁静寡然的美,大气沉稳,颇有母仪风范,且论学识论胆量,自己也不占上风。 最重要的是,这个女人,才是刘秀真正意义上的妻子,而自己。 在此时看来倒向个附属品,唯一让郭盛通欣慰的,就是自己给刘秀生下的好儿子,这也是他唯一的武器了。 不久,仲臣看局势稳定了,纷纷劝告光武的刘秀,是时候丽华厚了。 刘秀之意,丽原配妻子殷丽华,殷丽华却不答应,她说自己不够格。 男圣子大任,这不是正好给了郭盛通机会吗? 郭盛通如何也不敢相信,会有如此愚蠢的女人。 这样一来,自己也顺理成章,登上了皇后之位。 当了皇后的郭盛通,家族权势却没有什么变化,反倒是殷丽华的家族。 不断加官进爵,特别是在真定王叛乱之后,刘秀在平定叛乱后,觉得郭盛通此时已经失去了其的价值。 反倒是殷丽华的家族,日益鼎盛,在维护刘秀的政权上做了极大的贡献。 而郭盛通也变得越来越敏感,越来越极端,甚至会经常在刘秀的身边说殷丽华的坏话,大多是一些无中生有的话,刘秀本来就想要弥补对殷丽华的亏欠。 而眼前的这个女人,家族权势已经逐渐削弱,又经常搬弄是非,刘秀终究无法忍受,后来以吕霍之风废除了郭盛通的皇后之位。 刘秀当初在册封郭盛通为皇后的时候,是因为自己势单力薄还没有彻底的掌控天下,等到刘秀坐稳皇帝宝座的时候,马上就下旨废了郭盛通的皇后之位。 并且在废后的圣旨上说郭盛通形式有吕霍之风,吕霍指的是吕智和霍成军,这两位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以极度凶残著称的皇后。 可以说,刘秀不但废除了郭盛通的皇后之位,还令郭盛通背上了千古骂名,成为和吕智或成军一样的人。 这对于郭盛通来说,实在是非常不公平的。 后来,为了能够达成平衡。 在刘秀摆脱了郭盛通家族的影响之后,开始为伊丽华谋取皇后之位,就这样直接把陪伴了他十几年的郭盛通给抛弃了。 随后更是将郭盛通和他的儿子一起发往中山,封郭盛通为中山王太后。 刘秀到底是刘秀,他与其他帝王最大的区别,就是人性上在。 所以他虽然因故废了郭盛通,但对这个废后,却出其地好。 废掉郭盛通后,刘秀封其次子刘府为中山王。 封郭盛通为中山王太后,让他居住在北宫,把长山郡划给中山国,以奉养郭氏,这样一来。 郭盛通这个废后的小日子,实际上比当皇后的时候还滋润。 堪称史上命运最好的废后,可能郭盛通做梦都没有想到,自己会是这样一个结局。 这件事上,其实郭盛通并没有太大的错误,刘秀的个人感情占了主要作用,没有绝对完美的皇帝。 刘秀在这件事的处理上的确引起了古今以来诸多学者的讨论,对此褒贬不一。 那么,你觉得他这样对还是错呢? 郭盛通只比殷丽华晚一年嫁给刘秀,并且从自己的娘家那里为刘秀争取了很大的支持。 陪着刘秀一起艰苦创业,但是因为刘秀那句名言,为官莫若之今无,娶妻当如殷丽华,使得郭盛通成了刘秀和殷丽华之间爱情的牺牲品。 在郭盛通的皇后之位被废除后,太子刘强也主动地辞去了太子之位。 这也是因为刘强够聪明,不然的话为了能让殷丽华的儿子当上太子,刘秀指不定要怎么处置刘江呢? 毕竟从骨子里看,刘秀也是一个佛情寡义之人,在这一点来说,刘秀远远不如朱元璋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哟,你小小的订阅,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 感谢观看